有 我有收到其他就是 可能内地的一些本子 但是我接下来应该先要拍一套 TV的电视剧 曼姐坐在我旁边 旁边的桌子 她就说 我有替你紧张 被邀请去参加前热婚礼 还接触捧花时 你会 所以我现在手上是捧花 我说你们酒量怎么样 灯都开了 有人都醒了 本来睡着了 也经常偷看叶童老师和赵雅之姐 经常偷瞄他们一下 曾经 我有一段真挚的爱情 放在我眼前 我没有这些 打你就打你了 还要跳日子吗 哈喽 有空无线电台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高海宁 最近高龄凭借新闻女王 成功打开了我们内地观众的知名度 聚播后给你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 其实我的生活会变得很忙碌 每天都在工作中度过 但是很充实 也很享受 然后一直飞不停 就是我觉得许世行这个角色是让大家 更多的人认识到我 然后也多了很多的工作机会 我会很珍惜这次的机会 多了很多工作机会中 有新本子吗 有有 我有收到其他就是 可能内地的一些本子 但是我接下来应该先要拍一套 TV的电视剧 如果有好的消息我会通知 那接下来的工作中心会逐渐转移到内地吗 应该说应该两边会同时进行 因为毕竟自己在香港也努力了十几年 我不会完全放弃那个市场 但是呢打开新的市场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而且高令前段时间还刚拿了一个最佳女配角 对 恭喜 谢谢 当时领奖时也有落泪 那一刻内心的OS是什么 很感恩 因为在上台之前 我的心态也是平稳的 但是在上台之前 在差不多公布的时候 曼姐坐在我旁边 旁边的桌子 她就说 我也听你紧张 我听到她这样 突然觉得说 有人有期望了 然后我就好想要 不要辜负别人对我的期望 所以当下其实 最后的那几秒钟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 然后等到读到我名字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感触 就是有很多画面会出现在 脑海里面 就我坐在台下已经很多年了 每次在台上面坐的时候 你会想 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台 这样子 就是其实路程没有很长 就那么短短几步路 我走了15年 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 其实之前你在三十而已的短暂亮相 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家觉得你很适合那种惊鸿一撇的角色 那是一个很棒的称赞 但以后大家可能会更期待你演女主角 同时也会有更多关于你是否能抗拒之类的讨论 对此你想说 如果可以做女主角 我当然很开心啊 我觉得女主角这个身份 其实不仅代表了你的戏份更重 就像奢侈曼一样 她除了做好自己的功课之外 就她会带一些新演员 她需要确保每一场戏都演得好 因为她总是说一场戏不是一个人的 一场戏是你跟对手的 你跟大家一起才可以演得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我可以 有一天成为一个大女主的话 可能我担的责任不仅是 我要做好我的演的戏 我还要带领大家 有一股那个凝聚力 让大家为了这套剧一起去努力 去让它发挥到最好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女主的责任吧 说到阿舍她参与过第一季节目 来之前有跟阿舍请教下节目经验吗 我有text她 我昨晚还text她 其实她交货了我很多东西 譬如说怎么样去面对压力啊 心态上的调整啊 她就说你做回自己就好了 保持一个平稳开心的心态 去享受去玩 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那自己团队的小伙伴在上节目前有给您一些叮嘱吗 还好欸 她们都没有太担心 就是有时候会帮我问多一点 譬如说怎么住 因为我们要住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好像是八个女生住在一间房间 然后一个厕所 然后她说那怎么洗澡 对这个我也说对了对 就是这些她们可能会担心 反而在拍摄当中的一些东西 她们就说你做回自己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好好 我想她们也应该不想给我压力吧 接下来是一个互动环节 需要用表演回答以下情景问题 互动一 用表演回答情景问题 正身着礼服每每走红毯中 结果走到一半发现一只鞋的根松掉了 你会 我会 等我一下 OK 再来 被邀请去参加前任婚礼 还接触捧花时 你会 所以我现在手上是捧花 被粉丝要签名合照时 你会 好可以啊 结果签完发现她认错人时 没关系我是高海宁你好吗 被骗到荒岛上求生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人 结果发现是自己最讨厌的人时 你会 太好了遇到你了 我一个人好孤单啊 我们可以做个办 词商怎么测呀 测题啊 所有人都测了 他也测了呀 他很高 他135 张若云140 就是清华的学评 他145吧 他141到142 这智商是代表什么 代表 学习 学习智商很高 你的逻辑性 你的数学能力 你的智商 不是情商 就是智商 你的思考能力 我应该比较低 我数学很差 一般演员的话智商不高没关系的 情商高 不答应 你别说你 你这义包怎么听出来一点 没有说你义包 人正常人是70到60 高度上 他应该是高度上 他是高至 但是我数学很差 你就是高质 对我来说好 我看起来高的时候 他最让你都可以 我看起来 这种 还好 比他差一点 是我的眼神比较锐利的 感觉 我来说感觉 他最让你高 我看不见我们的游有骨 零 你演喜剧吧 真的 我觉得你行 老师说喜剧很高级的 喜剧很难演到 你有这天赋 跟你一起玩 你说我真觉得其实真可以 我觉得他的脑回路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 椰桃不正常 不错 他还有创意 就是真的有自己的风格 对 我一个人演是吧 不是 就是 有自己的特色成立的一种风格也很厉害 妖子 对 对 而且喜剧的演员是不可替代的 通常都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有没有喜剧组 好了 是我去报名 我演不了 我 我演喜剧很长 我演喜剧很尬 谁说 八千七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哎呀 哈哈哈哈 哎你那表情太有意思了 崩了 给你们看一个那个视频 不行能不能忍住三秒钟不笑 我们能 我们不用发了 我们能发 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我不发你的 不发你的 忍住不笑 哈哈 南风 我也 不 终于有人捧你场了 哎 那行那我要发你的 不行不行 哎我也笑 不就是笑吗 哈哈 我当时看这个我笑了一天 我也要收你了 我也收你了 我也收你了 不行了 我要反击 我的东西都聊过了吧 你耳朵都哄了 紧张了 你耳朵都哄了 紧张了 是这样的 你要演这种尴尬的机会 哎来我们给你 我以前知道最喜欢霸道总裁谁明道 我爱死了我想 我就想明道 我就我不爱暴露 嗯我黑皮 你的荧幕处问给了谁 哎呀好吵 早得想不起来了高哥 就是那个流星雨啊 啊给谁呢 你怎么对手了 哦 那都没有人闻过你的嘴唇吗 没有 那真的很早啊 那时候好小啊 那时候 我特别不会拍吻戏 我一拍吻戏就容易出戏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拍吻戏特别很难投入 你会跟陌生人就就突然有个戏 然后你跟那男演员 第一天拍戏就是吻戏 我不会拍机吻 我只会拍一点点的 潜在吗 吻戏啊 我我特别不会拍吻戏 我特别拍 谁会拍呀 我都不会拍 有些人拍鼓舞的很多人 很尝尝拍吻戏 他们会拍的很文明 他们应该拍的好 就是好多吻戏 对吧 经过了一晚的休整 议员们乘装待发迎接新的挑战 哎呀你别站我旁边 是不是 没有昨天紧张了 师傅快走 大宋来了 还得是大宋哥 导师和导师之间 总会发生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现在你们讲话快了 我一句都听不到 粤语听力现在开始 哇佳佳佳这个女儿都挺傻 她小个关系中收 我是我的 完全错 广东话是太难学了 有我有收到其他就是 可能内地的一些本子 但是我接下来应该先要拍一套 TV的电视剧 曼姐坐在我旁边吗 旁边的桌子 她就说 我也替你紧张了 被邀请去参加前任婚礼 还接触捧花时 你会 哦 所以我现在手上是捧花 我说你们酒量怎么样 灯子都开了 有人都醒了 本来睡着了 也经常偷看叶童老师和赵雅之间 经常偷瞄他们一下 曾经 曾经 我有一段真挚的爱情 放在我眼前 我没有这些 我没有真心